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语言 今天我们打温泉了 今天又是平反的时候了 到底是骑兵垃圾 还是你不会玩骑兵 我坦白跟大家讲 硬扛用骑兵的都是所害 如果有哪个人跟你讲 玩骑兵可以硬扛的话 你可以叫他去吃死 不可能硬扛的 骑兵就是吸发怪 知道没有 那么今天就由我传授给大家骑兵的五灵秘籍 先把简化模式开起来 为了不要给我们的画面卡 然后呢你们看准时机 看到敌人看到吗 红色的就点过去 然后你们也不要死板板 只打一个敌人而已 你们要准备打第二个敌人 要知道骑兵打人是很快的 你要一直不断的点 不过前提是你们的手机必须要顺畅 我的是ROG3 所以比较顺畅一点 然后你再看准时机锁定第二个敌人 OK看到自己被锁了 就马上往回跑 把敌人拉回去你的队友里面 你的队友看到敌人进来 他们就会围殴他 第二个秘籍就要随时做好 准备往回拉 就是你打的时候呢 你的手指要用你的颤抖的手指锁定在后面 你不能死死顶着前面而已 你要准备最后一条后路 你要知道骑兵很容易被人带走 拉去别人的地方那边 然后你的手呢 看到吗 就要往回拉 总而言之你不要练战 你死硬打敌人没有用的 骑兵就是爆发高 打了之后就跑 你不要等他技能释放 你等他技能释放的时候就太迟了 你先往回拉 准备在那边 秘籍3 专门打血量少的 众所周知 野战都是步兵居多 我们骑兵根本没有一席之地 我们能打的工兵也不多 所以我们专门找那些血量少的 你看他剩下一点点就要冲进来的 啊 你就锁着他来打就对了 秘籍4 跳矿 骑兵身为机动统帅 我们要知道怎样去操控 你看我的队伍已经被锁定了 没关系 我们要看矿在哪里 看到下面有一个木材 就跳进去 跳进去过后 再往另外一个矿跳 哎这个就是操作问题啦 如果你们的手机卡呢 是完全操作不来的 但是我的手机跑得动 我的骑兵又跑得快 所以你看脱险了 来倒啊 来啊来啊来啊 好啦正经一点啊 不要玩啊 一般情况来讲呢 打温泉其实是算比较好控制的 因为只有一个兵而已啊 但是相对来说 骑兵就很明显 烈士很多 一般人带一个兵的时候 敌方都肯定会带一堆步兵出来 所以真的你们要学会操控 不会操控 不知道怎样打的时候 你们身为骑兵玩家 就肯定扑该 所以在我刚刚前面讲的秘籍呢 全部都是使用的 只是你们打的时候 是真的要小心 不要跑到敌方阵营那边去 你们一定要在自己朋友里面 如果你跑到对方那边去呢 你是肯定必死无疑的 不过应该有蛮多观众 会很好奇 骑兵打出来成绩会怎样 所以这边我就分享报告给大家看 你们注意看兵量 还有我的重伤 轻伤到底有多少 一般来说骑兵的报告 你大部分都会看到 哎下面有很多位欧 然后都是亏的 但是你去看某一个报告的时候 你会看到骑兵就是我自己 亏损很少 敌方那边亏很多 就像那个萨拉丁 他的亏损还比我多 带一样的统帅 但是他亏比我多 下面我还是有打到一些其他的部队 所以实际上来讲是没有什么亏的 这边步兵亏一点点没关系啊 看到吗下面就赚回来了 所以你们不要把那个报告看到 哇气兵很亏啊 全部都是亏的 刚刚是因为有AOE嘛 这一次我们换单体输出的 我们的阿提拉出场 但阿提拉最大的好处就是 没有什么人喜欢打阿提拉 因为阿提拉反伤很高嘛 所以有可能他打你 反而他自己更傻 所以一般来说呢 没有什么人会喜欢打阿提拉 我带阿提拉最好的就是 我可以直接冲去前面 因为有时候我带其他骑兵啊 可能一冲去前面 别人看到你是带比方说项羽 他们就会全部人激活你 反而阿提拉去前面的时候 没有多少人想要激活你 除非你是真的只有一个人在那边的时候 这里稍微暂停看一下 这边的报告是步兵打我的 步兵亏一点 然后这边其他的报告也是有赚 也是有赚 这边就亏一点 下面也是亏 这边我有赚阿 因为对方是紫色同帅嘛 哎呀这个亚历山大真的敢死 直接冲进来是不是 耍着他来打 哇血又这么少了 好料阿这个好料 这个打到很爽阿 OK准备我颤抖的小手 准备啦 OK 看损失去放手 看到吗 很多人要打我是不是他们打不到我 因为我跑得过快 而且我已经 我是准备好我的手在那边放着了 等他们一激活我 看到红色灯一亮的时候 我就放手直接退回去 暂停一下我们看报告 这边我是赚的 打工兵是赚的 这边打鸡兵赚 步兵 然后这个是超超 超超是赚的 啊看到吗步兵也是赚的 这个就亏咯打步兵亏 这个打步兵赚 打这个步兵也是赚的 这个也是赚一点 嗯 某个程度上来讲还可以啦 没有说特别亏 有赚有亏了 这个赚很多 哎哎我来了等我一下 还有一点点 我差不多要到 我要换兵回来了 哦我的队友还没有打完 OK刚刚好我抵达了温泉 这次温泉是我们胜利啦 哈哈哈哈 开了一个很好的起头 你们看到这群西斤纳啦 温泉都已经给我们拿下了 你们在那边干嘛呢 啊在反抗也是没有用的 温泉不是你们 就是不是你们的 哈哈哈 那么去看一下其他王国的情况 这边的温泉是给我们拿下 然后我们另外一边的温泉呢 因为没有人去管 所以这边呢水阵宁泡得很爽啊 完全没有打架 他们泡得多开心啊 但是水阵宁在没有打架的情况下呢 他们也不要去打风阵宁的温泉 风阵宁有人跟我抱怨讲 水阵宁你们都没有打温泉 为什么你们不要来来跟我们打架 他们很无聊 另外一个温泉呢 也是一样是给风阵宁拿下 所以风阵宁呢 他们是很爽啊 连泡两个温泉 因为土阵宁也是跟我们打 所以他们也是不得空 这里稍微讲一下 我对像雨跟孔雀的看法 其实坦白讲啦 最好的搭配还是像雨跟威廉 但是我发现到 如果拿像雨搭配孔雀的时候 他们发动技能比铁木真还要快 可以看到我的技能发了之后 是连续可以一直不断的发 我试过跟铁木真做比较啦 是真的孔雀比铁木真还要快 但是他们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 虽然铁木真搭配的时候会变得很慢 但是搭配孔雀的时候是真的太吹太吹太吹 而且孔雀他的技能是太明显很容易给人家针对 也是一样的打法 我稍微分享一下战斗报告是怎样的 其实孔雀搭配也不亏啦 是看你会不会操控而已 但是遇到步兵也是比较亏一点的 这个也是亏 这个就有钻 这个钻 那其他东西 因为像雨有AOE嘛 哇这个钻反了 还是有钻啦 只是看你怎样操控咯 我觉得每个兵种都是这样子啦 都是会有赚有亏的 是看你怎样打而已 只是步兵没有像骑兵这么麻烦的 步兵只是丢兵出去给他站在那边打就可以啦 骑兵还要去操控 所以比较多人选步兵也是可以理解的啦 那么今天的骑兵秘籍教学就暂时讲到这里啦 你们有学习到了吗 呵呵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喜欢我的影片 看广告啦 看看看看 还不看广告